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随着德班视频赛落下帷幕之后 关于马龙的去向问题也背受很多球迷的关注 毕竟马龙现在已经34岁,年纪不算小了 加上在本次大赛当中他也是惨败而归 没有能够拿到奖金,拿这个冠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马龙来说 接下来确实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去向问题了 而就在这一次获得复课杯的一个领奖牌上 马龙也对着全场的球迷,全世界的球迷 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未来去向问题 还向刘伯良提出了两大要求 从他的这份感言中我们能够了解到 马龙接下来的一些具体的安排 首先在这一次的获奖感言中 马龙非常的感兴,也非常的感恩自己 能够在国平这个大家庭当中 他感谢祖国对于自己的培养 感谢教练组,感谢队友,感谢所有的球迷对于自己的知识 没有他们的知识,自己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也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最后他还特别点名向刘伯良提出了两大要求 这也是想向外界告诉大家 自己接下来那些去向选择问题 第一个他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我其实想走好自己选择那条路 那么这一点其实也是向刘伯良为首的教练组表明了 希望他们能够尊重自己 能够让自己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如果真的还喜欢打球 他还是希望能够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他还是希望能够像波尔这个世界名将一样坚持打下去 只要能够打得动,只要不会拖了国家队的后腿 他都暂时不想离开这个舞台 另外一方面他还提出说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爱上乒乓球 这一点既是对刘伯良提出的一些要求 也是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将来的转型方向的话 大概率应该就是继续往幕后教练组的这方面来去走了 毕竟按照马龙所说的 他想要让更多人喜欢上乒乓球 他就必须身体力行来培养更多的一些人才 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能够持续为国平做贡献 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意味着马龙将来退役 有很大的可能成为我们国平的教练组的成员之一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消息 很多球迷在看到了马龙所做出的这番选择之后 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毕竟我们回顾整个国家对这么多的一些历史发展当中 其实在这么多球员里面 确实很少有人能够像马龙一样 到了这个年纪还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还能够有一番雄心壮志 所以接下来对于马龙来说 既然说他已经是做好的决定 也像教练组正式摊牌 我觉得教练组也会尊重他 也会让他持续发光发热 接下来对于马龙而言 我觉得他现在目标将会是明年巴黎奥运会 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在明年能够夺得金牌 再度证明自己 虽然说在今年的系列大赛当中 马龙总是起起伏伏 很难再夺得单打的冠军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老将的斗志 相信他到了明年之后会再度奋发 会再度打出漂亮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